這已經應該查學出來滿分 對不對 反正滿分我不知道他第幾年了 反正他這次的IMC 事實上考完隔天 那個主任就已經 那個大會 因為我剛剛所示他 就已經當電話告訴我 已經滿分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次考第幾年 反正全部就是100分 反正他就考100分 就這樣子 因為名次還沒公布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公布他 他考第幾年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發現 實際上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要達到這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父母的教育 通常會是絕對的關鍵的 那我們會反思一個問題 那到底是開放性的教育好 還是這種所謂的父母的教育方式好 實際上我覺得沒有絕對的答案 所以我們必須要針對不同的孩子 去做不同的部分 下一個內意的話 你看像林漢星他寫的 他寫的每個都說好 沒事 我只說他的PPT 我都會說做得很棒 然後再慢慢告訴他 整個東西在家裡有問題 這樣好 那一理就不思 他馬上我必須 那個東西做這麼爛 你也給他交上來 你會給他東西怎樣 就是補他一樣 因為每個孩子 我記得這裡有人說 怎麼對孩子這麼不客氣 對不對 因為你不懂他 來看一下他的標題 我有幫你說話 你看 連醒頑童的一道雪光 因為他 關鍵是在那兩個字 你知道嗎 雪光 對 好 再來 那我想他慢慢的話 會談到後續的這一塊 我們把他送愛到那馬下 那我們談的事情 其實我這邊想要說的是 在所有的家長 或者是在不管從北到哪 對味道或者他們優秀的表現 大家會有一個觀點 因為他生長在味 他生長在優渥的環境 那他處在味道 他本來就是養尊除妖 因為他享受最好的環境 好 我想說的事情是 事實上 家長優秀 並沒有說 然後孩子優秀 更沒有說 只是 當他們在種種表現 那麼優異的過程當中 像易子我前面有誇講過他 嘶 所以我們就是站在這種對談的狀態 哈哈 我想說他也會講過 好吧 可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是絕對的 那我只要上校上任的東西 他一定會用這種方法來反駁我 雖然他每次沒有贏過 王一哲 你有贏過嗎 你有贏過嗎 贏過代表是AQ的時候 AQ 有啊 有啊 真的 一次齁 要泡餅 我聽到 你有沒有聽到 剛剛那個拼禮兔子 就直接 對那個長城就知道 在講 他在做什麼 知道嗎 所以你發現事情 與其這樣的長城 還不如 他就讓長城把話給大家 剛剛看到 他歸納了吧 好 而且你看 他們有一份功課 就是要歸納公司 能量寫幾個 然後把所有東西收集起來 一個早上時間歸納完 馬上可以搶 收集起來 他幫你 要歸納收集起來 他幫你用 你看 還好我腳都沒聽到 不然他下次跳下去 他就不歸納了 就不會上台幫我講 這樣不好 這樣我損失就太大了 OK 好 那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 為什麼要 帶孩子走出去 那走去的過程當中的話 事實上孩子 我們知道 很多孩子 當他你看到 如果很多孩子走到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 發現很多東西 他會覺得 他是有意的 他是卓越的 可是 我們想說的事情是 我們必須要在必要的時候 一定要消消他們的光芒 因為有些時候 孩子他在太早的時候 得到某些成就過程當中 我就忘記什麼叫做偏 天有多高 我會知道的 看起來 我不主導的動 讓他掉下去的過程當中 那是一個無盡深淵 他們永遠都不會懂 很多事情 你真的沒有經歷過 你會知道 那我們聽看這個頑童他的說詞 頑童 好 沒關係 現在頑童來講 頑童跟老師比賽 頑童還是會贏 就是有時候 比1-1那個老師 連續比3個人 到第4個頑童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會輸 他還自己說 沒關係他可以比5個 抱歉他第4個就輸了 你有贏過嗎 我贏過兩次 沒有比20次 我可以贏兩次 繼續 好好好 我現在講一下就是 有一個頑童 他比較在領 就是 還記得小時候 然後 那個頑童 他從1年級的時候 媽媽就灌輸給他一個概念 你怎麼做 你1-6你怎麼讀 我不管你沒關係 你國中 考上未到就好了 所以 那個頑童1-6年級 好啦 他那時候很乖 他那時候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摩扮神 他那時候不會像現在一樣 上根那邊吵鬧 那時候 應該是被打壓了 還記得 可是那個頑童到6年級的時候 他媽媽又給了他一件事情 他那時候已經考上未到 他媽媽跟他說 你未到三年怎麼讀 我不管你 沒關係 你高中 上一種就好了 你高中 不用讀什麼實力 不用讀什麼特別好 不用考到國外去 你只要考上一種就OK了 所以 那個頑童原本想說 沒關係 我高中跟國小一樣 玩完就過去 誰知道 國小管那個頑童的是 三個很兇很兇很兇的老師 國中管他的是 這個 我們不說是誰 我們不說他是誰 什麼名字 所以呢 那個頑童 最好最好 搬排到第2名 後來就開始混混混 混到搬排46名 他媽媽終於受不了 我很開心 所以他媽媽就找他們 搬倒一談之後 他們搬倒就拉了一條線 把那個頑童綁住了 從天堂 他剛剛說過的 飛到天堂之後呢 把他拉住 拉回人間 然後原本想說 會掉到地獄裡面去 沒有 在我準備要掉到地獄裡面去的時候 他那條繩子 又繼續把我維持住 把我拉回人間 就是這樣 他丟給我一個 新的工作 叫城市設計 丟給我一個新的工作 叫納馬夏之旅 讓我們來介紹一下納馬夏 來 來 就從這邊開始看 這邊就是從我小六前級到我國中的時候 還記得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對自己走一個概念 沒關係 我拿模範生 我拿四檔獎 我拿第一名第二名就好 別人幹嘛別人死 我不管我的事 但是到國中 我還是這樣覺得 現在我有改變了 現在我有改變了 就是 怎麼說呢 從小學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今天我數學 我要考一百分 我的事 他要考0分 90分是他的事 問題是 當我進入這個班級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要考一百分 是大家一起努力而來的 大家互助學習而來的 但是他要考90分 通常也是我們互助學習而來的 所以我們就學到了 這個社會上 絕對不只你一個人 絕對不能以自我為中心 因為這個社會 我們人是群聚的動物 大家要生活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應該是要互助學習的 在這個故事中呢 那個頑童 那個以自我為中心的頑童 他最後終於躲起來了 啊留下我了 我是十百匹 不要理我 來 我們現在開始 步入今天的整體 那麼一下 這個標題 我想了很久 非常久 不能被打倒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來的 來 大家有誰 我現在有獎爭打一下 有誰舉手 記得五年前 有什麼颱風 哪裡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通通有講 半島親吻一個 老師等一下那個 等一下每個親一下 我收到了 好 收到收到收到 沒錯 就是莫拉克颱風 那再問一個有獎爭打 莫拉克颱風 重創的是哪個地區 八八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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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而高雄小銀村就是我們今天娜瑪夏的前生 所以他也是我要介紹的基角 這個我標題是想了很久 相互的羈絆 怎麼說呢 這次娜瑪夏的活動是什麼活動 有40位學童 高中部20名 我們國中部也佔20名 有40位學童從我們衛造中學 殺殺殺殺到高雄娜瑪夏 去跟他們做相互學習 而在這個相互學習中 也用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不是老師 我們也不是講師 而我們是什麼 是夥伴 我們是跟他們相互學習的夥伴 怎麼說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教他們什麼 我們教他們在他們鄉下部落 比較缺乏的資源 我們的城市設計 我們的自然科 和數學科 而他們相互學習 教了我們一些什麼 教了我們 如何 在那種困境中 還能繼續生存下來 教我們在如何 在物質缺乏的生活中 還能這樣活得自由自在 其實物質缺乏應該比較活得自由自在 像我一台手機在手上 我就完全不自由自在 想說今天關門一直打不過 然後明天要上學 打到12點 會被媽媽罵死 欸這邊 非常好 不朽的未來 是我想最快的標題 娜瑪夏 未來 這個代表什麼名字呢 未來這個代表意義就是 我們從娜瑪夏回來之後 我們留了什麼東西 我們不可能只是去一趟 然後教他們什麼 我們今天來教你們一個遊戲 教你們一題自然 教你們什麼一個壓力的概念 然後我們就排回屁股就回來了 這樣子對他們有用嗎 完全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留給他們是什麼 我們留給他們的是 一個永續經營的網站 OneNote 我們留給他是一個知識 是一個大家集結的 像這個 這張圖片其實只是一個剪影而已 如果你們有看過 OneNote的網站 你們就會知道 它裡面有一個公名叫群組 群組 我建立一個群組 裡面加入了這次 我們要去娜瑪夏的20名學生 好 目前只有五名 因為還沒有弄出來啦 快要弄好了 二十名 好 目前五名啦 五名學生 好 沒關係 五名我們已經有七個知識了 我個人 預估我們到時候可以做到一百個 如果此行會來的話 可以做到一百個 一百個知識 一百個知識代表什麼 一百個知識代表我們不只教他們 那天去跟他們講一個遊戲而已 我們講了一百個 我們後續還可以講一百個 幾千幾百個 沒關係 我們無限講到底 而他們教我們的呢 也可以無限講到底 這個等於就是一個 類似交流的網站 來 這個 這個標題 我想到小時候的自己了 就想到人們都是第一名 我們 我認為呢 我那時候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出去 如果 我們出去的人都是那些 講話 講一講會突然 想很久的 在那邊放空的人 那我們到底 給他們一些什麼東西 而他們也不可能會給我們這些東西 所以我決定了 我們給他們出去了 要是我們未到中學最好的一面 要是讓他們知道交流的對象 不是什麼普通的販販之輩 不是在你路上隨便走一走 會入到 遇上那種會罵髒話的人 而是 只是原國 腦袋裡面很多東西的人 好 其實 偷偷嗆自己一下 我也是那樣走在路上 不小心罵一下髒話的人 就是簡單來講呢 剛剛講過的 人人都是第一名 人人都是第一 該怎麼做到 首先 要當一名學童 要當一名夥伴 互相學習的夥伴 重要是什麼 知識 重要是什麼 颱風 重要是什麼 你講話的技巧 所以呢 我們為了要建立颱風 以及你講話的技巧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讓大家都可以在眾人面前講話 但是也不可能說 什麼 全部每個禮拜 每次聚會都帶來這邊 每次禮拜一都帶來這邊 我剛好認真聽你們 聚會都在禮拜一 每次禮拜一都帶來這邊 那其他人都不用講了嗎 所以 我們運用了什麼東西 我們運用了我們學校現有的資源 我們跟老師 資訊老師 各個資訊老師 借了一些他們的資訊課 來做什麼 隨機抽獎師 隨機這兩個字很重要 我真的沒有錯過 隨機抽出獎師之後呢 在眾人面前 講解他們今天一個課程 我每次會指定給他們一個課程 讓他們去講解 如果你講得出來的話 就代表你颱風OK 你在眾人面前你不會害怕 但是如果你講不出來呢 魔鬼訓練 魔鬼訓練 我到現在還沒有訓練過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我魔鬼訓練會怎麼訓練 但是魔鬼訓練聽起來很可怕 有嗎 如果很可怕的話就不會有這種狀況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狀況是什麼 那時候的狀況是我走過去 那個學弟都突然大喊 舉手說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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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知道我以為那時候在魔鬼訓練 原來對他們來講 我的魔鬼訓練是 環了訓練 好 這邊就是剛剛我講到三個點 豐富的知識 啟動一個 知識 這兩個字很重要 因為有用過玩弄的人都知道 這個東西叫什麼 它在玩弄裡面叫知識 它是建立了一個知識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說 我現在已經做七個的東西 我們已經做出七個遊戲 就是七個遊戲的知識 這個知識怎麼做呢 今天只是一個簡單的電流GG棒 剛剛前面你漢行講過的電流GG棒 我們把簡單的電流GG棒遊戲 分割成各個小影片 讓他們如果自己在講面無聊的時候 可以自學 就不會說 我們一定在他們面前 一步一步教他們做 他們才知道怎麼做 所以這樣其實也是 永續經營比較方便的一種方法 這個 延續 來這個數學功倍課程 在這裡有哪一位指導的舉個手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是舉個貢貝嗎 你都不舉手 你看 你還在聽 這邊有貢貝老師在這裡 那是版主在這裡 舉手舉手 來來來老師舉個手 奉嚐一下 就是這樣子 相信老師也知道這個最大的用途 而今天我要講解這個對我來講最大的用途是什麼 偏鄉缺乏什麼 不缺乏物質 我看過 他們有很多新電腦 聽說啦 他們缺乏是 實質 為什麼 老師跑到那裡 我從都市跑到偏鄉很遠 我從偏鄉跑到偏鄉 一座傘還是很遠 所以呢 延續 我們為了 要讓偏鄉那邊也可以享受到資源 比如說剛剛一澤說的 那些數學比賽 什麼 數學題目 要講解 不能說 只能是小朋友 他們偏鄉小朋友 自己在那邊討論 然後結果討論 結果結果討論過來結果 就說好吧 此題無解 我說這樣子 我國一第一次週考 數學考驗 結果我寫了七個此題無解 結果 我寫此題無解的多有解 我寫有解的十題都無解 所以 所以呢 這個東西 我對它有用途 因為我發現裡面有一個很偉大的功能 就是 它最下面有一個Google表單 你可以在裡面填寫出你 數學問題 你屬於哪個年級層 你屬於哪個單元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上到外國網站問問題 以及回答別人的問題 所以 它真的很方便 我要大家推廣一下 這不是在做廣告 這是 好網站大家分享 哦 對 我把它打開讓你看 謝謝 順便介紹陳明文老師 不要啦 老師還是你要上台介紹一下你的數學功能 今天你們是主教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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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順 來 好吧 那我們繼續下去 延續 別人 那個數學功倍科資源分享平台 記住一個名字 回家Google一下 哦 它沒了 哦 還有 咦 永不回頭 我想想這個名字拿來的 那個神魔之塔奧迪那一關 哇 哇塞 哇塞 有 那個一年前我玩的 我現在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 我就拿來用一下了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對我來講的定義是什麼 我現在這個狀況我覺得非常優良 雖然我現在成績跟之前那樣 還是一樣 差不多啦 如果我想要好的話 我還可以衝回之前那樣子 可是我現在混混的 國三再一次衝回去 對我來講是這樣子 因為我媽媽她對我說的概念 國一國二兩年 讓我好好休息 國三一年 不准碰手機 要把我手機鎖起來 我只能在意這一點 所以呢 永不回頭 我不會再回到國小那樣子 我不會再對大家說 你們成績 怎樣不關我的事 我做好我自己的就好了 我不可以 我不可能再回到那樣 過去以做為中心的 比如說中的頑童那兩個字 所以 永不回頭就是我學到 這一整個活動裡面 我學到最重要的四個字 也是神魔之塔裡面 我覺得最厲害的四個字 好啦 老師真的神魔之塔有教育意義 永不回頭 好 謝謝 好 ok 所以發現我們 demande的話 會事實上每個孩子到這邊的話 他們必須要有自己課程設計的能力 然後